2024大选毕竟蓝白合不合还是乔不拢 在侯友宜进办执行长金普聪跟柯文哲进办 总干是黄山沙他们的会谈触交之后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跟柯文哲是另辟蹊径 朱柯慧 不过这是直接的绕过蓝营主帅吗 侯友宜23号就回应说 我是这场选战最重要负责任的主帅 会扛起责任做最大善意最大努力 然后一起朝政党合作蓝白合作来往前走 拨在黄金会后呢 朱柯两个人随即在17号也约见面了 针对蓝白合作来推动国会席次的最大化 然后来选后共同组成联合的内阁 双方进一步的探讨 预计在周四26号 民众党就会陆续针对合作机制来提出方案 但是这场会晤呢 传出是没有通知侯友宜进办的 那很巧的在28号晚上6点的时候 侯友宜将到高雄的凤山西站 来举办万人的造势大厂 而柯文哲当天也会在高雄办签书会 有没有可能会上演柯侯会是引发外界关注 但是现在的状况来看呢 蓝白合的确是没有实质进展的 文化大学广告系主任纽泽勋就指出 如果侯友宜跟这个柯文哲直接来谈 有几个利于蓝白合的机会点 第一个就是时间压力 因为彼此已经没有再拖的本钱 第二面对面呢可以不用高来高去的 那有机会针对核心问题直接来协商 看到底要不要合作 最后呢就是因为先前的双方幕僚磋商 算是帮主帅们铺平的道路 双方主帅也比较能够了解对方的套路跟底线 如果真的愿意谈比较容易达成共识 那蓝白合到底是有解还无解 外界等着看